王轩等待蜕变 他的肉身清明 精神共振 产生莫名的活性因子 并伴着奇异景象 让他在接近超凡 现在王轩体内色彩斑斓 那是身体不同部位全面激活 在释放各自不一样的秘力 精神领域更为神秘 遥远之地 朦胧的精神世界隐线一角 有雷霆浮现 有药田在云层中模糊可见 王轩运转史版记载的秘篇 练第一幅真行图 促进血肉与精神的共振 他是最强经文之一 很难练成 上一次王轩闲死还生 终于是贯通了 现在施展不再困难 他全身各部位共鸣 催发 不同的血肉区域 酝氧不同性质不同的秘力 异常复杂 有的区域金黄如烈阳 有的区域赤红如火 有的区域黑暗如深渊 有的区域蓝莹莹如水晶 激发出秘力 全身各部位轻微的振战 这就是最强经文 调动全身各部位的所有潜在秘力 依照不同的频率清明 将它们汇聚在一起 在王轩摆出第一幅真行图的姿势时 举手投足间 不同属性的秘力共同迸发 彩色斑斓的秘力像是山红轰鸣 这事再向超凡进军 他的肉身发光 活性不断暴涨 宛若要雨化斑 竟开始沐浴光雨 并勾连了精神 与之交融 共振出各种神秘莫测的景观 精神领域起伏 有缥缈的仙山落在血肉间 有海外仙岛落在腹部 那云层之上 更是由广寒宫洒落下点点月灰 王轩心颤 这是他的精神捕捉到了一些精神世界的景物 那些不同层次的精神世界 流淌下不同色彩的丝丝缕缕的秘力 在他进前浮现 他在努力汲取 哼 精神领域中 有雷霆暴鸣 他的精神宛若在渡劫 真实感受到了那种天地间的伪力 带着毁灭性的气息 那是他的精神 在进军超凡时 所捕捉到的一角高等精神世界的秘力吗 云层激荡 那里雷霆滚滚 极其可怕 而在那雷霆之上 有一片园子 似有成规模的盘桃林 模糊一线 王轩无比地渴望 可惜 相距太遥远 他不可能抵达 有凡人踏足非凡 势质的转变 有几个别人能看到 超高层次精神世界的一角 现在 王轩就是如此 他盯着精神雷霆上空 恨不得能杀上去 最终 那片虚淡下去的盘桃林 洒落下一缕淡淡的果香 顿时让他的精神饱满到 要爆开了一半 他的精神 只是从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捕捉到极清淡的药香而已 竟有这种收获 完成了精神的蜕变 很快 这传导了像肉身 使之共振 爆发各种颜色的秘力 与精神交融在一起 王轩在这一刻 正是他足超凡领域中 他的肉身与精神在提升 那是一种根植于生命最深层次的变化 他在接受这种由量导致的蜕变 这一刻 他有些走神 因为已经不要他自身去主导了 他想到了太多 他刚才仅是见到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的一角 就能得到这样的好处 如果真正深入探索 会怎样 同时 他严重怀疑 天要来自极高层次的精神世界 他猜测 刚才见到雷霆之上的模糊的盘桃林 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天要 可惜 那远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接触的地方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发现 那个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了 他想努力记住 刚才那个世界的气息 期待将来还可以遇到 找机会探寻 嗡 王轩的精神与肉身一同轰鸣 这种转变到了关键时刻 这是生命本质的提升 一瞬间 他的体内被一片大雾淹没 无比昏暗 看不到周围的景物 这是超凡领域的迷雾层次 他的肉身与精神都得到升华 蜜力涌动 举手头足尖 便可以很容易地击杀凡人层次的大宗师 迷雾 人世间这个大境界的第一个段位 常人的迷雾层次 那是自我时 身体中宛若昏暗的荒地 看不到前路 只有一点光隐约可见 那是精神领域在指引 王轩起初也如此 但是很快 他的精神领域如灯塔般 照耀出绚烂的光滑 接着他身体多处部位也亮了起来 比如各部分血肉中 还有某些脏脐间 朦胧间 可见到巍峨而壮阔的仙山 也可以看到发光悬空的岛屿 还可以看到蓝莹莹的湖泊闪耀 它们都是灿烂的 流动烟霞 那是他的精神力量 初步牵引到第一层精神世界 小部分魅力的体现 许多初步踏足超凡领域的人 渴望沟通一层精神世界 但是却永远无法达成 因为正常来说 这是属于逍遥游大境界的人 才能去探索的领域 只有极少数人在人世间时 就能提前感知到 外层的一角精神世界 汲取相对应的精神秘力为己用 的确只能沟通一角之地 没有谁能够例外 纵然在天才也不行 王轩体内不黯淡 一些脏气 部分血肉区域 都有奇异景物在发光 那是精神秘力与肉身 融在一起的表现 他不在那时 书弟睁开眼睛 圆满踏足超凡领域中 他的实力自然提升很猛烈 与以前完全不同了 如果再遇到追杀他的那些超凡者 可从容应对 现在王轩的血肉活性依旧很强 甚至还在小幅攀升中 他立刻开始尝试练第二幅真行图 从此以后 他所涉足的便是真正的超凡经文了 果然 第二篇经文极其艰难 他认为按照正常途径来练的话 异常危险 以王轩现在的状态 找到不止一条密路 数次进入弑地 足以说明他的非凡 可是强练第二真行图后 他依旧渴了一口血 他赶紧喝了几口地仙泉 现在连轻伤都不能留 这篇经文实在太难 他如果分拆 并且拿大量时光去耗 或许也不至于如此 但是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而且 他觉得拆开来练 不是共振全身各部分血肉与精神 可能会有问题 现阶段强烈不可取 等于在自杀 他认为 徐福的建议较为合理 先练别的经文 去挖掘自身的密理 打下底子 再练第二幅真行图 然后 王轩就付诸行动了 首先是金身术 他尝试了下就放弃了 到了超凡层次后 他的性价比很低 耗时耗力 却达不到最理想的效果 可以用杖六金身取代 他是超凡经文 现阶段正好与他相匹配 并且 金身术涉及的密理区域 差不多都被杖六金身包容在内 他盘坐在竹船上 宝箱装盐 血肉按照特殊的频率震动 他的毛孔排出少许血迹 原本是要换血 但是他几乎换无可换了 体内超凡之血很精纯 他才练而已 就有了非凡效果 佛教的功法 都是入门容易 越到后期越难 现在王轩只练这部超凡经文的第一篇 也就是起始阶段 自然没有遇到阻力 眼下 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正好可以迅速帮他练成第二幅真形图 一时间 王轩周身弥漫起一团精光 将他覆盖 这部经文不只是体数 还包含精神秘法 两者共振 效果出奇的好 他有些感叹 难怪月亮上的垂吊者都曾以杖六金身诱惑他 不愧是神话传说中的超凡经文 王轩内视自我 血肉通透 充斥着金色的能量 身体各部位都在释放祥和与神圣的秘力 身在实地中 他接受超凡辐射 已经不是事半功倍能形容的了 可以极大地缩短修行时间 杖六金身的第一篇经文 他几乎练通了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是 早先的金身叔叔打的底子足够坚实 不急 要稳住 我还有的是时间 一定要将根基住牢 他提醒自己 走一次秘路 相当于在外苦修多年 他可以在这里从容一些 最终 他收工而起 杖六金身初期的经文确实练成了 接下来 他开始练九节玄身 这是属于道教的经文 也是以超凡起步 是篇神话经文 这篇经文催动起来后 他周身流动萌萌紫灰 能量物矮争腾 精神也在共振 同样涉及到了精神领域 不得不说 这篇经文很强 绝不在杖六金身之下 不愧是老中书房的吸针秘点 金身术 杖六金身 九节玄身 自然是有出入的 但是主体挖掘的身体秘力区域 是重叠的 毕竟 人体就那么大 一部经文 不可能彻底重开天地 因此 九节玄身也不是很难贯通 很多血肉区域 都早就挖掘过了 随后 王轩去练精神秘法 他在新月时 曾得到一部原路断神法 一直在练 不过数百字的经文 现在居然也还适合 这是超级财阀秦家收藏的秘篇 当时秦红以此为悬赏 让人进月坑 将他儿子的尸体带出来 秦红私下里 鄙夷于俯视修行者 言语恶劣 所以王轩当时用精神领域 道读了这篇经文 却没有帮他去办事 一团火光腾起 断烧他的精神 颇有千锤百炼之势 赤红色的精神力弥漫 流淌进血肉中 同时 王轩体内的奇异景物 那些与血肉交融的仙山 悬空的岛屿 蓝色的湖泊等 都跟着共振 因为这些都是沟通一角 精神世界的体现 正是因为他提前汲取到 第一层精神世界的部分力量 所以他的精神秘力 竟比肉身的力量还要强 很顺畅 他练成超凡阶段的圆炉断神秘法 接下来是五色金丹圆神术 依旧属于老中的收藏 是赵清汉从钟情那里教化来的 五色精神秘力流淌 落入王轩的体内 最后 王轩又练子抚养神术 这是赵清汉家里的经文 紫色的精神能量与道教有关 弥漫王轩全身 征腾瑞侠 与他体内的各种奇异景物共鸣 百度人不禁感慨 王轩在踏足超凡领域时 竟沟通了第一层精神世界的一角之地 汲取到相应的精神秘力 获得的好处实在太多了 不然的话 精神秘法很难这样练成 尽管只是超凡领域起始阶段的精神秘篇 也是颇有难度的 最终 一切准备就绪 王轩开始练史版上记载的经文 在肉身与精神都挖掘了数次的情况下 难度果然小了 他全身上下都在以特殊的频率催发蜜力 体内斑斓采光流淌 各区域的色彩都不一样 在他练过杖六精神 九节悬身的情况下 他的毛孔依旧排出血迹 在换血 可见这部最强经文的可怕之处 竟还能挖掘到 不曾探索到的蜜力区域 他的实力在变强 从初入迷雾迅速增长 到步入迷雾断位中期 接着又要向后期过渡了 王轩的实力在不断提升中 感谢东哥书迷 三生缘小喃喃 谢谢盟主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